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资今天大买377亿 买1242亿 卖出865亿 今天外资又是大动作 成交量有3509亿 这个量也是相对比较大的量 市场气氛很热络 看到台积电涨大一窝风就追了 这两天都是台积电最重要的焦点 昨天台积电涨了9块钱 占指数就占了快70点了 所以昨天主要三家公司 跟大家谈过 礼拜一主要是台积电 鸿海跟台大电 三家加起来占的指数大概快100点 加钱指数只涨68点而已 所以昨天25%的股票涨 75%的股票是跌了 那今天是完全颠倒 今天台积电占指数 占了158点 台积电今天涨了将近快20块钱了 起来19块去 19块一块钱大概是8点嘛 所以光是台积电占了快160点 那指数涨261点 所以还有很多其他个股的贡献 今天包含OTC指数都涨了1.32% 所以今天涨的加速相对比较多 大概六成 六成涨四成跌 那台积电为什么会大涨 为什么这两天台积电会吃了威尔冈 这里凶这里派到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费城半导体涨了3.2% 那涨3.2% 道琼是189点 纳达克1.53% 为什么昨天美国半导体股 又会大涨3%多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可能都知道了 昨天有传出 美国可能会放宽 对中国晶片的管制 美中贸易战 晶片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那大陆蒙受旗下一直被打压 那现在美国要求一些 金元大厂到美国去投资 然后也编了很多的预算 你们来投资的可以领补助金 可是有个诞书 你来投资领补助金的 不能再继续在中国扩大投资 中国的工厂可以持续运作没关系 可是不能再增加投资了 这一招很狠啊 可是这一招也会出问题 什么意思 这两天就有人提出来嘛 三星 海力士 台积电 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工厂设备 你不让他能够继续投资 万不一 够去派 人家派去 是怎么办 设备坏掉 零件坏掉 你没有办法更换啊 没有办法更换 那个工厂慢慢的就会凋零了 那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所以大家讨论到这一块的时候 昨天就有风声丢出来 可能会放宽对中国晶片管制的部分 尤其是在台积电 海力士 三星 这种在大陆有投资 有工厂 有设备的 可能会延长一年 给他们的豁免期 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昨天台积电大涨了4% 台积电大涨4% 联电也涨了2.7% 那包含日月光也涨了2.1% 包含英特尔 英特尔昨天也涨了5.5% 因为英特尔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也不小啊 所以他开这一扇门 让他们有机会 能够维持营运的持续 包含设备的更新 设备的维护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所以昨天美国半导体股的部分 表现都还不错 除了台积电英特尔 涨比较多之外 昨天鲁曼特尔涨了6% AMD涨了3.4% 博通涨了6.3% 辉达昨天涨1% 那昨天美国的电动车也不错啊 特斯拉昨天又涨了2.2% 特斯拉已经来到 这波涨一路涨 我从第一根红棒出来 152元我就开始跟大家谈TPK了 现在已经涨到252 152元起来 252元 65% 65% 所以昨天美国市场的电动车概念股 也不输半导体 只是电动车的族群比较小 半导体族群比较大 所以市场上的焦点 眼光 就分得很清楚 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也都涨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南韩反而没有涨得特别多 只有0.2%而已 0.3%而已 今天涨得比较多的是日本 日本今天584点又创新高 又创历史新高 台北股市的部分 今天最高已经来到17254点了 台积电登高一呼 整个市场资金全部都流向电子股 电子股占大盘成交比重高达69% 你们喜欢电子股 我也喜欢电子股 股票市场就是这样 钱越多的地方 它的行情就会越活泼越热络 那钱没有分配到的 或者钱少的地方 那就没办法 它就只能等机会 所以今天市场资金流向电子股 台积电连续两天的大涨 今天来到594块钱 台积电来到594块钱的时候 你看这两天 外资在调高台积电的目标 现在还500几块 已经花了七六一了 市信KY1800 创意1580 金元电60块钱 这是昨天的 所以昨天外资报告一出来之后 很多人就追台积电 我是要提醒你 小心会不会是股市陷阱 小心会不会是股市陷阱 我不在碰你冷水 我在提醒你 记不记得去年 过完年之后 当时台积电在600多 外资一口气把台积电 含得高高的 就大家一兴奋全部买进去 之后 外资一路杀台积电 导致台积电从600多 一路跌跌 跌到剩下370元 这个情况会不会在线 会再来不然 现在500几块 外资全面包围 调高台积电的目标 所以你要有警觉性 外资不是吃素的 外资往往都不会安什么好心眼 你看上本我给大家看过嘛 ABF涨了一波上来 ABF跌到 南电跌到100多块钱的时候 外资是越踩越低 越杀越低 目标价一直降低 就航行一上来之后 外资调高调高调高一直调高 5月28号 当花350块 5月28号的南电 在这 5月28号的这天 这天 313 他跟你喊350 你相信他买进去 连杀两天 连台两天 紧接着 再进一步调高目标 对 二度调高目标 6月吹杀 外资又调高 ABF南电368 还没有 一周前 一个礼拜前喊320 350 紧接着又喊368 星星235 来个吹杀当时 6月3号什么时候 6月3号就正好是这一天 多了一天 正好是这一天 来个吹你 收的300公布 调高目标368 当你信了之后 后面连台三天 连台四天 外资连迈四天的 南电 外资连迈四天的南电 股价从310几 一路打到剩280几 剩下280元 一台都会30几块 15%没去了 这个就是外资 这个就是 股市陷阱 这个就是股市陷阱 我提醒你们的股市陷阱 这是我提醒你们的股市陷阱 看报纸 发生股票 看网络媒体报导 买卖股票 对不对 那么多的外资在出报告 看那些的探纸 大家都好贵人了 大家都有钱人 所以提醒你 会不会又是一次股市陷阱 去年1月份 去年1月份也是啊 你们那么相信外资 他在划得这么高 结果一路抬到剩30千 记忆不能抹灭 记忆不能抹灭 所以今天台积电 大涨连续两天 外资调告目标 美国可能又有放宽 对中国晶片管制的动作 你要有警觉性 我不说一定不好啦 我是提醒你 行情key管料 利多一直出来 你要有警觉性才行 这次联电比较慢 联电key较没 较多 有点涨不动的味道 联电有点涨不动的味道 不像台积电那么凶猛 是什么管音 因为联电以成熟制程为主 所以高速运算 很多高阶的晶片 对 先进的制程 他都没有办法吃 他只能吃成熟制程 所以相对的比较弱 这正常的 可是联电本比也太低了吧 去年一块贪七块钱 现在五十三块钱 一直跌不去 对 本比只有七倍多 台积电本比已经十五六倍了 也差太风气了嘛 是不是 那为什么联电一直上不去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嘛 另外这个原因就是 这是联电的计量图 年的计量图 我自创的 这是最准确的 因为它记录了你我 法人 全市场 每个人 投入的成本 110年 最大量就跌了54块55块 111年 这是112年 这是今年的 两年前 联电最大的成交量区域 就在54 55 当大多数人都买在这个地方 行情跌到35块钱的时候 是不是都投入了 那套到成本在哪里 就是54 55嘛 所以这里就变成 最大的套牢区域嘛 那等到行情又重新走回来 来到套牢区域 有没有能力去把它化解开 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嘛 股票市场除了基本面以外 筹码面的计算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所以你看这次联电一上来 最高点 联电最关注 在53块钱 54块 站过去站过去 就是这个原因嘛 当你看到筹码的分布之后 你就知道 好那相同情况 台积电呢 台积电的套牢区在哪里 我今天给大家看 这是计量图 您的计量图 110年 111年 112年 110年 联电最大的成交区域 在590到614 这个图形很清楚 当台积电 最大套牢区 590到614 后来跌到370嘛 对不对 跌到370那些是不是套牢 重回旧地 就地重游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套牢给解开 这才是眼前最重要的问题 至于长线 我也看好台积电长线啊 过去行情是一步一步走的嘛 你不要想说 外资说的马上就会到 就算会到 也没那么快嘛 是不是 所以你看台积电目前间 来到596 台积电间最高 594 收盘收在593 几乎收在最高点 那马上就要面临了 套牢区 如何去化解的 问题了 对不对 马上面临套牢区 能不能化解的问题了 所以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小心谨慎 不要对外资的分析 唯命是从 大家要看 你有台积电的 未来几天 594到6 59到614 这里能不能解开 如果解开 当然 固然是好事嘛 那如果真的解不开 该走就要走啦 听到不 行情一步一步来做就好 所以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特别跟大家谈这个东西 因为这两天都靠台积电 带动整个盘式上来的 那外资也把目标拉得那么高 很多人很兴奋 当你在兴奋之余 往往你就会 失去警觉心 所以特别拿我自创的计量图 提供给你们参考 590到614的台积电 爱注意 爱注意 那里面有台积电的 台积电本来也是很重要的指标股 是不是 它关系着大盘的一个变化 今天交权指数大涨了200多点 可是 MACD的背离动作 依旧还是没有完全的解除 我们来看 这是KD指标30分的 尾盘一蹲下来 又形成向下交叉 那KD 因为KD太短期啊 我们来看比较波段的指标 30分线我们就尽量看波段的 日线可以看比较短线的 这是MACD的部分 加权指数一直在走高 MACD还是一直上不来 有比前一波高一些 可是跟前面这个还差太多 所以MACD的背离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的解除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你的操作警觉性 也是要有 不能够方向的 完全的放松 不行 因为MACD背离还是存在的时候 高度警觉性一定要保留 那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起关的股票就不要去堆了 行情轮的走 涨高主力跑掉了 钱收回来 就流对够的股票去 所以找底部的起涨股 找底部的基优股 相对会比较安全 最好像我跟大家讲的 股票投资不是追逐赛啊 是一次又一次的投资规划 你要去找底部会接棒的股票 你看今天AI也很多人在抢 可是AI涨幅其实都蛮多的 有些其实已经很弱了 变成跌升板弹的股票 比如说 对 信华 信华今天涨了5% 可是它的股价 弱势的图形已经出现了 股价已经击杀一波 跌升在反弹了 加折也是啊 都是击杀在反弹的股票 南电刚刚看到的ABF 南电也是 这个都是 都已经是转弱的股票了 都去那里管啊 都涨那么高了 所以起管不要去堆 我们找底部的股票买 你看今天环球晶 环球晶今天522元了 522块了 我们等一下开始买的 如果安全 同样会贪大钱嘛 一样是能够赚大钱的方法 你要承担高风险 还是要找低风险的股票投资 很简单的道理嘛 对不对 今天日本信越又创高 涨了快4% 信越涨幅已经到45%了 环球晶涨幅还不到20% 所以环球晶 后边会够贯点位 8成会过啦 那又还没发生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不要太过武断 可是至少我们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至少我们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中美晶 今天涨了2块半 那也是够点够Q的啊 100市还是100市还是3Q的 你都知道你们都知道要跟不跟而已啊 我们买完之后都还有很充裕的机会 来让大家上车对不对 我们买完之后就跟你们讲了嘛 你要买其实你都可以买得很便宜 跟我们会员成本不会差太多 就看你想不想买 你如果想要买强势股 然后一直在追逐 我也没意见嘛 那你认同我的想法 认同我的观点 认同我的作法 我们一次一次从底部开始规划投资 安安全全安安心心的 一笔一笔的交易 一笔一笔的获利 你看我们锁定这档跌9个月的股票 大家都在追逐 我来挽逐 这就你体验跟你他不一样的地方 120买123加嘛 对不对 这样没较稳 这样没很稳 稳稳的坦 底部原本就是慢慢走 当走到一个程度 他就喷出了 等到喷出你再去追 太烦了啦 对这一步就要开始走 认同你这种做法的 我们一起来合作 你看这也是啊 8个月底部 这今天没了 我也在等 有苦力就会去追 几乎是零风险的股票 净值了15块 这支今天稍微来叮咚啊 几乎回到起涨点 古年最红的股票 贝离讯号出现 今天有要动的味道 这支这两天要注意了哦 时间要够 时间要够 我就会在起了 想要跟着 在航行没发动之前 赶快跟我们一起上车 这支也是 我车都探大钱的啦 双底完成突破回车 我们上礼拜 四礼拜五已经开始进去了 VIP会员 这随时 平台的价格就冲出去了 股本很小 所以跑起来会很快 会很快 架空的股票还真不少哦 目前空单最多 还是长龙行 有少一点啊 现在有大概10600张 华行的龙卷还有6000多张 因为快要长波回补了 你架空人家就敢在架嘛 他就敢咬你嘛 都买了20几万张 昨天外资买92亿 外资买92亿 买超第一名 昨天外资买超张数第一名 又是长龙航空 又是长龙航空 昨天外资买超张航空 买了2万多张 第一名 23,470张 第二名是红海 1万6000张 红海最近也开始补涨了 很乱等的哦 其实股票里面很多散户 看大盘涨成那样子了 他才开始动 那会持续吗 有人花200块之后 人家就不去了 大家苦苦的等待 苦手含有 不贵啦 一年赚一个股本 股价才110 没贵啦 只是他后面续航力有多少 你如果有来扑的 没关系 可以赌看看嘛 风险不大 那昨天买金额最多的 台积电 1万4000张 1张50几万 加起来大概要80元 买了92亿 80亿在台积电身上 那张数的部分 长龙行 两万3000张 最多 那从小美就在加康啊 昨天 华航长龙行一蹲下来 我们还是继续买啊 我们昨天探他苦落的时候 我也是继续求啊 我们还是继续再加码 我们昨天加码华航 22块钱 我们昨天加码22块的 准22块钱很好买 今天来到23 昨天买22 今天来23 一块钱也不错啊 一块钱也四扒贵啊 对不对 昨天长龙行 找盘堆下去的时候 我叫VIP会员 34块6Q 当天收在34.8 今天来到36.35 要不要太快啊 对 光是昨天买 到今天 已经2块5了 7%贵了 这随时都会冲出去 现在正在忘记 长龙行5月营收 年增40% 华航5月营收 华航5月营收 比去年 宰客量 多 11倍 因为没办法啊 去年还在疫情阶段嘛 所以货流通量比较大 人 坐飞机的比较少 那现在解放啦 所以大家赶着要出国去 过暑假 所以5月营收 载客量比去年5月份 增11倍 你看他那个热度 多恐怖啊 那就乖乖地走就好啊 乖乖跟着坐就对了 2 30块钱的股票而已 电动车的部分 这两天也开始走强了 好是电动车 起管的 不要再去堆啊 你看 我们华福 都起那些多啊 你国务也没意义啊 对不对 字帽也起那些多啊 飞红也涨太多了 对台达电也很高了 我们不要去堆那个起管的 我们来买鸡的 你看台办 林辰厅在这里一直 鼓励你们买 我们会员买完之后 我也一直跟大家谈 电动车的部分 对不对 一直跟大家谈电动车的部分 特斯拉 堆还没去 去那公啊 已经去 65% 通用汽车 通用汽车 福特汽车 也都开始在动了 土生未来 昨天一天涨10% 涨一天起那10% 所以起管不要堆 我们来买中 第一步的股票 还有哪些电动车概念股 还在底部的 你看 是不是买底部的 我一档一档 带你来做 像TPK那样子 三几块做到四十几块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就很轻松 就很轻松 你可以利用我们现在的活动 一季的费用 赚一整年 领这个活动 我们一起来 我找底部的股票 带你投资 带你做 我找这个股票 带你做 股票投资不要急啊 有把握我们再出手 一支一支来 我们的负钻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灵iverse 祝您 来